而且下汽隔山采用的是加宽式的 加宽式的下汽隔山两边还增加两个C字形的一个镀隔条 轴里的风格的话是一个低重心宽车体 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 而且前车标里面还带有一个毫米波雷达 可以实行一个全速域跟车停车的一个功能 科学家为什么不中地 因为他在家天天研究高科技就非常的厉害 雷灵没有线车宝贝 雷灵你看什么配置的 雷灵1.2运动版本有线车 还有1.5的都是有线车的宝贝 你看要什么配置 新进来家人们没给主播点关注的 咱们点点关注 上点关注下点赞祝你发财致富千千万 十年修得同传度大家一起点关注 百年修得共枕棉刷刷红心 不要钱 宝贝们咱们把赞网上走一走好不好 咱们点点赞飘飘平哦 人情地生宝人懒地生草 东东小指头生活不用愁 我想买凯美瑞主播可以吗 你想买凯美瑞还能通过我申请吗 当然没问题了宝贝 优惠多少雷灵 优惠1.6W 1.6W雷灵哦 凯美瑞直播间优惠5Q啊宝贝 凯美瑞优惠5Q全系都是5Q的一个优惠 而且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呢 不是最低的 所以说你要有一箱购买的话 还是欢迎进店了啊 这款是2.5豪华中备 落地是25W加 24啊 24W加的落地价格啊宝贝 2.0豪华开美瑞落地 22W加啊 22W加了宝贝 威兰达在直播间呢 是有一个大Q这个优惠的 是的 咱们2.0的凯美瑞 咱们现在凯美瑞优惠力度的话 要比以前小了啊 没有以前的优惠力度那么高了 咱们2.0的凯美瑞采用的是17英寸的 2.5采用的是双色的一个双色轮毂 2.5的话给人视觉感呢 就更加大气上挡次了 啊2.5的轮毂有区别 而且他2.5的动力强采用的8AT的变速箱 外观的话就更加大气了 2.0呢采用的是17英寸的 如果说你经济能力可以 宝贝啊 主播建议你免2.5的 2.5的那个天窗呢 采用的是全景天窗啊 宝贝 2.5的动力强采用的是全景天窗